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13日 星期五 今天是黑色星期五 剛才我上網看到才知道 是黑色星期五 到底會不會很黑呢 就不知道 但是 想跟大家說一下 一個 很 勵志的故事 也是 可以說香港要吸引人才 其實呢 我想這個也算是人才中的人才 大家也有知道 聽過Bitcoin 也有聽過區塊鏈 也有聽過挖礦 當然大家也有聽過共產黨書記 你有沒有聽過共產黨書記挖礦呢 共產黨書記挖礦呢 其實就不是甚麼奇怪的事 但是如果共產黨書記挖礦挖到 然後呢 用16萬部礦機挖礦呢 是不是誇張了一點呢 的確是很誇張一點 微選 16萬部礦機挖礦了5年 而這個用電量佔了全市的十分一電力 結果呢 據說他 分到8000個Bitcoin 挖礦呢 當然不是全部他啦 5年之內 他分了8000個Bitcoin 價值22億 主角是誰呢 蕭毅 江西省 虎州市 的 市委書記 他包庇 一些 挖礦的企業 打著高新開發 大數據 雲計算等等高科技的名義 實際上 其實就是挖礦 這個 這個 大陸也討論得很厲害 真是厲害 與時並進 起碼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 還在想活摘器官 已經可以用國家資源來挖礦 真的很值得大家看看 其實央視 在 前幾天就播出了 一個 這個書記 姓蕭的書記 很厲害 江西省虎州市市委書記 也當過江西省政協黨組成員 副主席 他在任內 將位於 虎州市高新技術開發區的 一個地方 奉為 數字經濟產業 對外宣傳大搞 大數據 雲計算 委根是一間高新科技公司 叫做九木集團 創世紀科技有限公司 其實他知道這個集團實際上是在做挖礦 挖礦是需要大量的電力的 所以其實比特幣是一個 不環保的產業 因為大量的 二氧化碳排放 以及電子垃圾生成 高耗能 高排放的同時 解決不了就業 產業發展 以及科技進步的貢獻 完全沒有任何貢獻 此外 虛擬貨幣也是用來做 洗黑錢的工具 尤其是大陸 走資洗黑錢 所以 一間 企業主力挖礦就得到他的包庇 當然啦 包庇不是免費的 先說說情況 他總共 公司有16萬部挖礦機 每日運行 由2017年開始 到2020年 這幾年來 公司的電量 用電量佔了虎州市全市用電量的總的 10% 為了掩蓋真實情況 他受以這些部門虛構 調整用電分類 他還要求這家公司提供財政補貼 違規的推動政府機關 為這家公司提供擔保 融資貸款24億人民幣 幫助這家公司 在高薪區建立了數據中心大樓 用數據中心大樓裏面的地方 擺礦機 挖礦 真厲害 虎州原來很出名 其實 這個是 以林川四夢為代表 明朝很出名的 習劇家湯顯祖 他有四個 林川四夢是哪四夢呢 就是卯丹亭 紫差記 南蛾記 寒丹記 四部戲都跟夢有關 所以就稱為林川四夢 這個是很有名的 由於他是虎州人 所以令到虎州也很有名是歷史文化的名城 虎州人形容自己的家鄉 是一座有夢有戲的城市 而這個蕭毅主政期間 就做著一些虛幻的事情 也是有夢的 掛著挖礦大夢 結果 他自己就放了很多錢 但是 搞了一個科技員 其實是假的 我們想用來討論一下 究竟香港 有沒有這些東西出現呢 科技員裏面有多少家公司是有科技成份呢 你看到香港政府 對於人們在做真的科研也好 做環保企業也好 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他就趕盡殺絕 又說不做租 又說不做租 又說不做 人家在印報紙 說違反地契 被人坐牢5年9個月 你想想 香港怎麼可以吸引到人才 是不是 不單是吸引不到人才 實際上 真正做事的就是被香港政府趕盡殺絕 你看看人家多厲害 人家連挖礦 都可以 挖了那麼多年 用國家的力量去幫助挖礦 當然 這個是以權謀私 利用職權 為他人 謀取暴利 當然他自己 也收受賄賂 他收受了8000個比特幣 得到8000個比特幣 當然比特幣 有段時間是很值錢的 達到6萬美元一個 這些故事 其實在大陸不斷發生 尤其是在大陸 是一個政策事 當中央有政策下來 要扶持什麼 下面的商人就會火同這些官 考慮明目 又做這樣又做那樣 究竟 他們做了有多少是有益國家呢 基本上全部都沒有 這三年的 疫情肯定就是中國人那種 顛峰來的 即是 是 貪污腐敗的顛峰 做核酸 人人要你做 根本這些不是 完全跟抗疫是無關的東西 只是浪費金錢 起荒艙也是 裏面沒有醫療成份的沒有醫生 甚至乎 只是 那裏是一個集中營 集中營將有病的人全部運下去 搞出多少人間悲劇 小朋友 寶寶仔也要逼著和父母分開 明明沒事 強行抓人家在隔離 這些 真是 全宇宙只有中國人才做得出的 很多傷天害理的事 這次他挖礦 我反而覺得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這個蕭毅 他只是幫人挖礦 就這樣看來 沒有甚麼壞事做了出來 也沒有對政府造成甚麼破壞 沒有污染這裏的環境 沒有毒害這裏的村民 也沒有做任何的 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的事 相反很多大陸的書記 不是真的這樣做的 挖礦相對來說 已經是 已經是很好的 對於城市破壞最多人 浪費電力而已 對於人命傷害沒有甚麼 有沒有 殘害百姓 有沒有 屈打成招 看來也應該沒有甚麼 他懂得與時並進 我覺得 這是狗觀的典範 他 雖然貪污 但是他的貪污 已經對人民造成最低最低的傷害了 我認為他應該當選 最偉大的貪官 起碼不是殘民自肥 不是那些 傷害老百姓的貪官 所以這些 我覺得這些 應該是值得優待的 香港的貪官也是 香港的貪官 有時 他也會害死人 例如建一座 豆腐渣的橋 短庄 工程不合格 這些會死人 但是你滑礦 相對來說 我想不到有甚麼會傷害 除了破壞環境 污染環境之外 用電就浪費了一點 大陸人也很浪費電 我們想跟大家說說 香港地現在 要爭取人才 其實這些 這位 蕭毅應該就是我覺得香港政府要努力爭取人才 不如跟中央說說吧 放他下來啦 做副特首 他做副特首 香港政府說要推出數字經濟的 包店 你想想 人家2017年已經搞數字經濟了 雖然只是挖礦 起碼也算是與時並進 香港遲了五年 足足遲了五年 是不是 這節我們先說到這裡 如果你們有興趣看央視 看看他被人審的樣子 也挺好看的 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這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至於1月28日的網聚 我們就快會截止了 因為也要數人頭 以及 準備一下食物 我們也要跟別人訂食物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大家好 我們在 2023年 即是今年 1月28日 是農曆的大年初七 我們會在黑池 舉辦 我們的今次大型網聚 而這次的網聚 其實有兩大主題 第一 當然是 因為說了很久了 要在黑池 跟英國北部的朋友見面 和大家聚一聚 第二 就是我們會成立我們的charity 希望到時可以多些朋友參加 發揮香港人 助人互助的精神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參加 我們 開始時間是下午的兩點半 大約是到六點 或者六點半左右 會有很豐富的節目 也有很多的 嘉賓 到時我們會收取10磅的茶點費 有香港的奶茶供應 港式奶茶供應 也有一點點心供應 希望看到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更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 很多朋友來到我們這裡住 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 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害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 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